接着给大家读啊 这个 6月11号的下午 德宝伦起毛航行 刚走了近一天 电机又出了毛病 只好停在索马里的海面上修理 故障排除后 13号继续航行 幸亏那会儿索马里的海盗还没出来呢 刚才他那文章我琢磨琢磨 他说两一战争 他说双方布水雷 他一定是写错了 那不是两一战争 应该是也门内战 双方在那边布水雷 可是我又怀疑 根据我的常识 那个也门内战 不管是南北也门之间 还是他统一之后的内战 似乎没有在海上发生冲突 是吧 所以这个我非常怀疑 两一战争期间 在波斯湾 确实双方有布水雷的情况 包括还互相袭击邮轮 甚至美国军队也介入 这段我是知道的 但是这艘船 这个德宝伦 也没走到波斯湾里边去啊 他的航线不经过波斯湾啊 所以这块我存疑 回头再查查吧 是吧 然后呢 按照预定的航线 德宝伦应从红海口 穿印度洋 直插马六甲海峡 到南中国海 回到广州 六月 印度洋正刮西南季风 强劲的季风 从西南吹来 在海面上掀起 起伏的大浪 德宝伦迎风航行 被季风顶得 喘不过气来 像一片树叶 随着大浪 一起一伏 其实这船啊 在海上真的就像一个 扶平一样 风大浪高 轮船的发动机 又是苟延残船 带病运行 无法开足马力 德宝伦 只好选择另一条航线 他为了避风浪啊 往南 经过赤道附近的无风带 再往东 这样就可以避开风浪 可是 往南开 正是顶风 只好先往东开 6月16号 晚 8点50分 人们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主机 出现故障 突然停车 德宝伦失去了动力 只能任凭风浪 抛来抛去 随时 都有轻负的危险 9点10分 过了20分钟啊 主机 冲车启动 船摆动的更为剧烈 人们突然听到 哗的一声巨响 像是山体滑坡 又像是什么坍塌 水手们本能的感觉到 是祸物一味了 随着这声巨响 船猛的向左 倾斜三十多度 就在这时 冲车的轰鸣声 嘎然而止 夹然而止啊 主机又停车了 船继续的猛烈的摇摆 正在宿舍的张周生 顺手抄起一包烟 和一包火柴 和两名船员往甲板上跑 船剧烈摇晃着 使人迈不开步 这个摇晃的时候啊 左右摇摆 幅度很大的时候 就不太容易 迈开步 这跟地震来临的时候 为什么有的人跑不出来啊 这一晃到 是吧 你这重心掌握不好 你跑不动了 不是你没那么大劲 他给你一晃 就把你这劲给卸了 一层甲板 离顶甲板 顶甲板有四层楼高 他们只能扶着餐厅 那固定的桌椅 一步步挪到窗口 从窗口爬出 当他们来到驾驶台的时候 大部分的船员 都以穿好救生衣 来到甲板上 船长命令发报主任 迅速发出遇难求救信号 就是那个所谓的SOS 这时船舱已开始进水 人们撤离机舱 上到甲板上来 这个船员呀 就是拿命换钱 船长和政委 中国啊 中国我跟你们说啊 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机制 中国比如说这个海运 比如说这个中原 Costco 是吧 中原 像这个船员们 这都是半军事化 有政委 民航局 原来最开始民航局 归属于空军 一开始就是军航和民航 也是半军事化 甚至一开始 完全就是军人军管 到现在 中国的所有的航线 这个安全 航线的审批 还归军方管 还有铁路 这都是半军事化 中国的很多部门 都是半军事化 中国是一个军事色彩 非常浓厚的国家 很多行业 军工产业 机械工业 电子工业 是吧 半导体 航空航天 都跟军队有关系 交通运输 船长命令 二副到发报房 把应急发报机拿出来 放到救生艇里 船长又问 报务主任 把求救电报 发出去没有 报务主任回答 求救电报 发出去了 但是天线比较低 可能效果不好 船员们迅速 把固定在大船上 救生艇的钢丝绳解开 船 继续向左倾斜 这时 右旋的右衔 救生艇 已靠在 第五层甲板的 衔墙 这时 即使救生艇 落入水中 也只能是扣着的 右衔 还有一个充气 橡皮救生阀 一名水手 拉开了 救生阀的气阀 救生阀 在空中 障开 却卡在船边 栏杆上放不下来 你看看 这不就是要命吗 一级水手 这水手分级啊 一级水手 郭德胜 和另两名船员 迅速上前 把卡住的救生房 用力 从栏杆中拽出 人们都围在救生艇旁 死死抓住上面的 扶手绳 抓住那绳子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这中远啊 过去有五大基地 叫什么呀 叫广大上青天 广大上青天 广州 大连 上海 青岛 天津 Costco 中远集团 五大基地 但是你听这名 有点不太吉利哈 北大上青天 青天 是吧 听这名 随着船的继续的倾斜 又显墙 已变成地板 人可以站在上面 船都倒过来了 船体向左倾斜 已近90度 船开始下沉了 海水迅速地把船尾吞没 船像一只斜插入水中的大鲸 这个鲸指的是鲸鱼的鲸 大鲸鱼 海水迅速地向中间蔓延 船上如死一般的寂静 每个人都死死地抓住绳子 唯有船长 沈永义 姓沈永远的勇 毅力的毅啊 沈永义 没有上前 这位有着几十年航龄的 头发花白的老船长 正面临他一生最大的痛咎 痛苦和内疚啊 其实跟他没关系 他的操作 他的专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这艘船质量上 从根上就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最大的痛咎是什么呢 船毁人亡 他神色沉重地 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似乎并不想离开 加入这求生的队伍中来 张周生把老船长拉过来 让他抓住救生艇的绳子 船体在迅速的下沉 海水没过脚面 小腿 就在船沉的瞬间 救生艇浮了起来 飘了起来 沉船形成了巨大的漩涡 不少船员在漩涡中撒开了手中的绳子 张周生 依然死命地抓住绳子 他可能比较有经验啊 救生艇 底朝天 扣在海面上 船员们在大浪中挣扎着 他们救生衣上的小灯 在波涛中一闪一闪 张周生 看见那个救生阀 在离救生艇 三四十米的地方飘着 上面亮着一盏灯 随着波浪 一起一伏 这时 想把救生艇翻过来 也不可能了 后来 他们曾在广州做过一次实验 在风平浪静中 想把一个救生艇翻过来 最少需要四十人 何况在海上大浪啊 已经落水了 他对船长说 我游过去 船长说 你要小心 张周生游到救生阀旁 阀子里都是水 他爬上阀子 这时 也有船员 也向阀子游来 张周生 张周生把他们一个个拉上阀子 当他拉上第四个人后 在海面上 再也看不到一盏闪亮的灯光了 周围一片漆黑 一片寂静 大海 不动声色的 吞没了一切 爬上阀子的五个人士 就其他人看来已经死了 爬上阀子的五个人士 水手长张周生 三十二岁 机工 机械工人 机械工人 轮机工吧 机工郭卫朝 三十岁 副水手长 朱亮洁 五十岁 一级水手 郭德胜 三十一岁 还有一名二妇 三十岁 在这没提他的名字 我不明白啊 如果搜集资料 应该能搜集到 因为这种船是 中国官方的 国营的 国有的轮船公司 运输公司的船 张 郭 朱 郭 两位姓郭的 一位工长张 一位这个朱元璋的朱 四位 第五位没有名字 我看看他们的平均年龄啊 三十二岁 三十岁 五十岁 三十一岁 三十岁 好吧 算一下啊 三十二加三十 六十二 六十二加五十 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二加三十一 是 呃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三 再加一个 三十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三 除以五 如果是一百七 除以五 是三十四 然后 还有个零点六 三十四点六岁 三十四点六岁 四舍五入的话 三十五岁 不到三十五岁 平均年龄 这五个人啊 他们用救生盒里的剪刀 剪断了救生阀 连在大船上的绳子 救生阀飘开了 你必须剪断 你不剪断 这船沉入大洋 那个印度洋里边 那几千米深夜的大洋 张周生从水中捞出一个救生袋来 救生袋因一端 有一端啊 用绳子拴在救生阀上 橡皮阀上 而没被冲走 他们又捞起水中的一根小木桨 一只船脚 小木桨 救生袋里有压缩饼干 鱼钩和钓鱼线 一个防水手电筒 还有一束专门为求救用的 一拉就喷出火焰的求救信号 可惜的是 最珍贵的淡水丢失了 五个人蜷缩在长两米 才长两米 宽一米的救生房里 你想想看 宽两米 五个人 每个人 只有四十厘米 这是宽 这是长 宽一米 那每个人只有二十厘米 那这五个人在里边也非常的挤 对吧 大家惊魂未定 神色木染 谁也没有说话 这一切发生的如此的迅疾 就来得太快了 大家都没反应 都懵了啊 像是一场噩梦 刚才大家还在一条船上 说说笑笑 转眼 就剩下他们五个人了 三十多个人 那三十来个人已经死掉了 可以肯定 可能这时候还在挣扎 但既然落水了 时间长不了 就海水的水温 是吧 又没吃没喝 还有鲸鱼乱七八糟的 对吧 鲨鱼鲨鱼 他们相互靠着 度过了漆黑恐怖的一夜 早晨 茫茫的印度洋 被曙光照亮 大洋上 只有他们这个孤零零的 小橡皮帆 再也没有任何同伴的影子 五个人知道 虽然他们昨天幸免于难 但未来却生死难补 在茫茫大洋上 他们的小橡皮粥 微弱的如同一脉草叶 就像一个树叶一样 像一个小草棍 北京话叫草棵 像一个小草棵一样 没有任何主宰的能力 只能听天由命 任其漂泊 他们随时有死亡的危险 必须同舟共计 大家一致推举 张昭生是他们的头头 为他们的头头 张昭生是水手掌 32岁 年纪轻 身体好 已有十年的航龄 岁数不大 老水手了 干了十年了 22岁就当水手 上午他们用罐子 把水咬出 这个水指的是海水啊 又用衣服 把法底的水吸干 那法子有水 拿衣服给吸完之后 还得拧 还得给拧到海里去 这样的话 这法子就比较轻 省得它沉底 整整忙活了一个上午 下午一个浪打来 那小橡皮筏子哈 在海上 在阳上 其实很多我们常说 海阳 海阳 海是海 阳是阳 湾是湾 辖是辖 都不一样 这也是很深的一门学问啊 我并不懂 海是C S-E-A 阳是Ocean O-C-E-A-N 是吧 海湾叫Golf G-O-L-F 这都不一样 下午一个浪打来 橡皮筏失去了平衡 又翻了一次 他们又一通忙活 把水咬出 为了保持法子的平衡 防止再翻 他们每个人都坐在边上 把脚伸到中间 撑起来 张周生 把压缩饼干 分成五份 每人一份 一人一天 两小包 每小包 三小块 每块 有麻将牌大小 麻将牌大小 是吧 早晨一小包 晚上一小包 中午就忍着 是吧 只能吃两餐 这只能是点不点吧 他们算了算 这些压缩饼干 够吃一个多星期 他们相信 一个星期内 他们就会获救 现在对他们威胁最大的 不是缺少食物 而是淡水 张周生提出 从今天起 每人喝自己的尿 这是获取水分的唯一办法 读到这儿 我都心情沉重了哈 虽然我没遇到过类似情况 但是我真的对他们 寄予了极大的同情 就是人类啊 要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什么价值观呢 我们要对同类的苦难 还是尽可能的给予同情 真的 可怕 尤其这些人 还是我们的同胞 是吧 我们说的同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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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的同一种语言